旧男人意外掉入了沸水里 等他爬上来 身上已满是油污 嘴里也吐出了黑黑的污水 此时他还不知道 这里曾经是河公圆飞机区 在回家的路上 他又吐出了黑色的血液 回到家后 他再次不停地呕吐出黑水 之后他赶紧盖上了被子 但还是冷得瑟瑟发动 等到第二天早上 他吐了下口水 好像又恢复如常 他没有多想 吃完早餐后 照例来到工地办庄 可一不小心掉了下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霞 按神迹的事 身上并没有出血 没过一会儿 他就醒了过来 他抬头看向高宫 觉得不可思议 力行黄火的大 黄泡了五十公里 回家找妈妈 可似乎一点都不累 回到家后 他检查了身体 却只有一点小伤 这时 门外房东敲门声响起 声无风吻的他 一拳过去 天文竟然被直接打创 看着自己如此声闻 他顿时好像明白了什么 随后他搬来了柜子 轻轻一推 没想到能跑这么远 他又拿起来加热器 随便一捏 铁皮挤在了一块 此时 他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之后 他蒙面来到了ATM去管机器 开始使用玛丽砸箱柜子 很快他就得逞了 柜子必取出 他直接将它探走 回到家后 他取出来柜子里面的钱 买来了药 准备治疗伤口 可发现伤口早已愈合 就在这时 门外的尖叫声吸引了他 他走出去猜看 原来是这一代的恶霸 长发科 他准备来个英雄救命 可走过去后 他还是怂 都换形式 随后将女人带进了屋子 没过多久 一个黑影从窗户冲了进来 混混近状 不去想给他点教训 可没想到 打到他身上 就想挠痒痒 没几下 就在你的轰轰杆爬下 长发科也落巴而逃 为了发誓长发科再来骚扰 蓝蓝将他带回了家 在女人的引进盒里 他发现一张运船车的路线地图 这一天 他闭上了带子 准备截车 而另一边 长发科也准备去打街 这一天